大家好,我是哲瑋 那我來分享一下一個蠻簡單的想法 就是希望把一些專案把它更圖像化 因為有時候有一些情況是可以跟更多朋友分享VV的專案 通常這個時間點都會用簡報的方式 那大家過去我在想各自大家不同的朋友都會自己做自己的簡報 所以大家都會分享到某些特定的專案 或是就是會都提到預算視覺化或者等等 那也有一些專案真的是年代比較久遠的 那網站可能也不一定還在 就是甚至有更多可能這個專案所衍生出來 譬如政治現金的延伸又有很多是媒體的報告 所以蠻簡單的想法就是希望把這些專案的故事 做成簡報的規格 就這樣 那我們就 就是我這邊 包含舊中這邊也都一直有去回溯說有一些專案的名稱 所以這個 今天分享的這個簡報基本上就是都做在這份簡報裡面 那裡面你可以看到已經有超連結的部分就是 某幾個專案已經有一些畫面可以運用 那我們就接續來看一下 例如這個就是 預算視覺化當初這個故事的開始的一些議程 那 有一些可以外聯的東西就可以連進來 那或者說 為了要講這個專案 通常就會再去說明 我當初這個預算的總表 他他的PDF的狀況是什麼樣 後來網站大概做出什麼介面 那這些就是從既有的專案內容去做一些摘選而已 那 透過幾個畫面或許大家 一般來說我們看專案可能會看到專案的簡介文字 或者一些連結 那希望把它組合成簡報的方式 讓更多可以去選用 因為如果真的也要做成專案的簡報 你還不許可以直接從這邊去選出一些材料 那甚至是像這個專案 後來我們自己有看到說 有一個出版社 有把這個專案放進這個高中的公民課本裡面 那這個資訊就可以把它記錄在這裡 甚至有一些高中生的專題論文 當初就是寫這個專案 預算視覺化的等等 或者說這個專案的open source的部分 又延伸到哪一些國家或單位 所以後面這些都是類似的概念 就是從剛才這個 大概170個專案的名單裡面 盡量去找找看說 目前還沒有網頁 或者是這個社會上發酵所所產生的一些軌跡 都把它記錄下來 然後跟這個概念比較相關的是 目前我們有在整理一個 因為slag的頻道也是非常多元的 所以近期有開始去整理 哪一個專案或哪一個頻道 它的簡單的簡介 那因為在slag裡面 我們就可以比較容易 用hashtag的方式 讓使用者直接點進那個專案的頻道 所以以下這一份公民 如果大家願意的話 也可以幫忙補充 例如說今天就 又多開了一些新的頻道 那我們大概就用手動的方式把它補充進來 另外就是也想邀請說 像這個是台南的 那或許可以幫他寫一些英文的翻譯 就是比較理想的狀況 會是像 像自我介紹 它本身有一句中文 也會有一句英文 那整個在slag裡面 就是 推廣或者是使用上就比較方便 因為使用者只要直接在slag界面點選 hashtag連結 就可以進到這些頻道中 那這一份會定期的去更新 所以大概通常都是 如果是自己開一個頻道的話 你也可以到Join Channel 這個頻道來通報說 我開了一個新的頻道 那我們再手動把它放進去 或者是直接編輯這個頁面都可以 好 以上包含就是剛才做專案的簡報 然後還有slag頻道的這個工作 如果有興趣的話都可以直接參與 以上是報告 謝謝 謝謝